这话说呀,1993年12月8日晚上9点半左右,北京市海淀区一带的街道啊,车水马龙,灯火阑珊,一切景象呢,显得十分的安详。 而就在此刻呢,北京市北太平庄派出所却接到了一个报警的电话,电话呢,是一名女子打来的。 他声音焦急地向值班民警反映称,在中国政法大学南墙外的马路上,一名开着吉普车的男青年将一位年轻的姑娘撞倒后,这名男青年呢,从车上走下来将一瓶硫酸液体泼到了这位年轻姑娘的脸上,然后驾车逃跑了。 民警从这位报警的女子口中得知啊,此时那名被泼硫酸的年轻姑娘容貌一毁,并且已昏死过去,现在呢,已经被好心群众紧急地送到了鸡水潭医院。 派出所接到报案之后呢,迅速地向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刑警队做了报告,并请求派人对现场进行勘察。 现场位于海淀区中国政法大学南墙外的小马路上,警方通过对现场的勘察,发现现场地面上有轮胎液、血迹和硫酸痕迹。 当时的时间呢,是晚上11点左右,警方借助路东的照射,又相继从现场提取到了一个试剂瓶,一枚扣子和一副白线的手套。 通过走访了解,此案发生在晚上6点多,被毁容的姑娘名叫绸芳,现年22岁,是眼睛部建筑研究院新技术公司的一名临时工。 在案发当晚呢,她刚从北京科技大学上完课,在回家的路上被一辆吉普车撞倒,并被剥了硫酸。 警方随即连夜对此案展开了调查,案情很快就有了重大的进展。 就在案发后的第二天凌晨,警方已经将重大嫌疑人刘洪奇锁定。 在得知刘洪奇就住在海淀区学院路43号的一所住宅楼内时,刑警人员迅速行动,于凌晨一点半左右将此楼包围,并迅速逮捕了刘洪奇。 刘洪奇是谁?她为何残忍地要当街往年轻姑娘的脸上泼硫酸呢? 二人之间到底经历了什么? 这一切还要从刘洪奇这个人说起。 刘洪奇,籍贯是辽宁人,十年三十岁,是眼金部建筑研究总院某所防腐厂的工人。 家中兄弟有六个,他排行最小,其父由于工作的原因很早就来到了北京工作,并将家安在了北京。 刘洪奇也一直跟着父母住。 刘洪奇初中毕业之后啊,便没再上学,不久呢,就到了工厂里成为了一名工人。 但是由于文化不高,又没有什么大的志向,于是呢,就一直在工厂里混着。 这一混就是十几年,到了三十岁呢,连个对象都没有,一直打光棍。 其实刘洪奇的家庭条件呢,还是不错的,父母虽然已经退休了,但二人的养老金呢,足够支撑二人的晚年幸福生活。 五个哥哥都有工作,且都早已成家,根本不用家里帮忙。 而刘洪奇的单位呢,又是非常不错的。 按理说,像他这样的条件,应该不愁找不到对象,而为什么一直到三十岁了,还在打着光棍呢? 这主要,还是和刘洪奇的性格有关。 这个人,不求上进,明知在当时那个环境下,有文化,有学历,是非常重要的敲门砖。 他本可以在工作之余呢,把精力放在提高自身文化修养上,使自己的能力呢,变得更强。 但是,他却偏偏不这么做,他没有高层次的追求,不爱学习,工作上呢,也不求上进,而是把所有的心思啊,全都放到了追女孩子的身上。 为此呢,他还曾因为拦截妇女,而被行政拘留过十五天。 刘洪奇呢,其实也不是一无是处的,他会修车,会开车,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呢,也很有一套。 他曾经运用这些本领,也和几个姑娘交往过。 但随着交往的深入啊,这些姑娘们的普遍反应就是,此人平淡无奇,缺乏吸引异性的魅力。 说白了,他们呢,就是嫌刘洪奇没有文化,没有志向,将来过日子啊,也是一种极其平淡无奇的生活。 刘洪奇呢,为此感到很苦恼,他知道自己的性格是融在骨子里的,哪能说改就改的呢? 再说了,他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改。 而就在刘洪奇发愁找不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姑娘时,1992年底,刚刚二十岁出头的仇芳走进了他的生活。 仇芳呢,并不算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姑娘,但由于会打扮,身材好,一眼望去,也会使一些年轻男子啊,为之倾倒。 他当时在防腐厂的财快科里做临时工,虽然是一名临时工,但他的心情很高,有志向,有追求。 当时为了弥补自己学历上的短板,他一边打工,一边在北京科技大学上业大。 他相信,只要是自己努力进取,美好生活的大门,终会向他敞开。 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厄运呢,是从认识刘洪奇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 二人呢,是相识于1992年的年底,当时仇芳来工厂不久,一次偶然的机会,刘洪奇见到了他,一见钟情,从此呢,便不能自拔,整个人为之倾倒。 于是,刘洪奇便展开了爱情攻势,频频的向仇芳示爱,对他关心,体贴,百般的呵护。 刘洪奇的行动啊,也终于被仇芳接受了,他答应着,先处处看。 仇芳的态度啊,让刘洪奇是惊喜万分,他认定仇芳啊,就是他的唯一,他的爱情苦吕呢,也将从此出现转机。 之后二人呢,便建立了恋爱关系,但随着交往的深入,仇芳对刘洪奇的认识,也逐渐向他先前触过的几个姑娘,对其的看法靠拢了。 那就是,这个人,浅薄,急于求成,没有追求跟他在一起,很是乏味。 总而言之啊,他是一个无论从知识,人格,兴趣上,都缺少小伙子应有魅力的男人。 仇芳呢,也逐渐感觉到,刘洪奇并不是他心目中想象的白马王子, 因此二人的感情呢,也逐渐的降温,并准备不久,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向刘洪奇提出分手。 当时除了仇芳之外啊,仇芳的母亲和哥哥也同样不看好刘洪奇,都不同意仇芳和他再继续发展关系。 为此啊,仇芳的母亲还专门托人将他调离了防腐场,进到了研究总院的新技术开发公司工作, 目的啊,就是断绝二人的往来。 刘洪奇啊,很快就嗅到了这其中的不对劲儿,为了这份爱,他将自己的满腔热血全部倾注到里面, 他视仇芳啊,为自己的唯一真爱,而现在仇芳呢,却要离他而去,他的心中啊,开始慌了, 这样的现实,他接受不了。 他认为啊,仇芳冷淡他并不是仇芳的本意, 背后啊,肯定是他的哥哥和母亲在捣鬼。 于是,在1993年3月的一天,他专门来到了仇芳的家里。 仇芳的母亲和哥哥对他还是很客气的, 但仇芳的母亲啊,也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那就是对于他和仇芳的关系,他不同意。 原因则是,仇芳要嫁一个文化比较高一点的人。 刘宏启啊,为此愤愤不平,他表示他和仇芳之间的事啊,与其他人无关, 谁说不同意都不行,这个还要看仇芳的态度。 在刘宏启看来,他一直认为仇芳对他也是深爱不疑的, 而仇芳现在之所以对他表现出来冷淡,完全是因为家里给他的压力。 他认为仇芳啊,现在只是一种暂时的无奈。 在刘宏启被抓之后啊,他曾说,仇芳面对他的追问, 直到三月份说的还比较含糊,仇芳说他在家人面前为难, 在他面前也为难。 其实呢,此时的仇芳啊,已经有了分手之意, 只是怕突然提出来,刘宏启一下子接受不了, 会做出偏激的事情,进而做出的一种比较策略的婉拒, 只是刘宏启当时啊,尚触在一头热的热恋当中,没有理解罢了。 仇芳的哥哥也曾说过,只要仇芳同意,他们绝不干涉, 但他们会保留意见。 这也恰恰说明了,此时的仇芳啊,已经不愿意再交往了。 而刘宏启呢,却依然活在一厢情愿的恋爱当中, 始终认为啊,仇芳是爱她的,因为她不愿意相信, 更不敢正视仇芳已经完全变心这个事实。 面对态度坚决的仇芳家人,刘宏启呢, 也表现出了十分坚决的态度, 他表示,非仇芳不娶,一定要娶到她。 刘宏启不愿意相信仇芳要和她分手这个事实, 之后呢,一次次的去找仇芳, 而仇芳呢,总是借故躲着她。 之后,刘宏启干脆在她上班的路上拦截她, 要她表态。 为此呢,仇芳非常的为难, 内心感到极度不安,甚至产生了恐惧。 每当面对她的时候, 她总是知知误误,或者不知可否。 她担心,一旦她把断绝关系四个字吐出来, 会引起刘宏启过激的反应, 会危及她和哥哥的安全。 因为刘宏启曾经多次扬言, 如果得不到她, 她也不想活了。 另一方面, 她心中还有一个愿望, 她正在念北京科技大学的业大, 她好不容易才得到这个机会, 她不想让刘宏启过早地来干扰她的学习环境。 可是呢,令仇芳完全没有想到的是, 她的这种深感不安和犹豫不决, 终于让刘宏启爆发了。 此后呢, 刘宏启感觉仇芳要贬心, 便开始了对仇芳家的威胁、 谩骂、骚扰等等活动。 网图以此晚狂澜于祭导, 强迫仇芳恢复名存实亡的恋爱关系。 1993年的整个夏天, 仇芳的家里就没有安生过, 刘宏启每周都要去仇芳家闹一次两次, 每次去都是喝了酒。 在晚上时时许, 坐在仇芳家的门口, 待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左右才离去, 搅得仇芳集全家不得安宁, 痛苦不堪。 当家人把仇芳调离房府厂后, 刘宏启更是变本加厉, 闹得次数更多了。 仇芳的母亲和哥哥万般无奈, 不得不找刘宏启的领导反映此事, 在此之前, 他们一直采取隐瞒忍让, 稀释惊人的态度。 工厂领导找刘宏启谈话, 他表面上态度挺好, 骨子里却认为仇芳家给他造成了坏影响。 领导走后呢, 他立马就到仇芳家去闹, 仇家不给他开门, 他就踹门, 再不开就站在门口破口大骂。 刘宏启的行为已经完全偏离了恋爱的正常轨道, 简直就是耍无赖了。 仇芳见死呢, 也只是无奈, 每一次都是躲在家里哭泣, 也不敢出门了。 此时的刘宏启为了得到仇芳, 已经近乎丧心病狂了。 1993年8月4日, 他在路上手拿雷管堵住了仇芳, 竟让仇芳和他签了一个协议, 而协议的内容则是, 你非我终身不嫁, 我非你终身不娶。 刘宏启认为口说无凭, 又逼迫仇芳立字为证, 还表示如若反悔, 后果自负。 刘芳没有办法, 只好写下了这样一个字条。 我于1993年8月4日和刘宏启达成一致协议, 我仇芳决定这辈子不嫁他人, 如反悔, 一切后果自负, 仇芳。 刘宏启呢, 也写下了同样内容的字条, 之后两人交换。 刘宏启接过仇芳的字条, 心中窃喜, 头脑简单的刘宏启以为, 在他这个逼迫下所达成的这个协议, 可以约束仇芳, 使他不能离开自己。 实际上呢, 仇芳写条只是万般无奈的金蝉脱鞘之计, 事后呢, 他把刘宏启的字条交给单位的领导过目之后, 就撕碎了。 他一边撕, 一边气脑地骂道, 这个无赖, 简直太卑鄙了, 想不到他竟想出了这样一招来套住我, 我又不是你的人, 凭什么不准我嫁人? 他越这样, 我就越要和他断。 此后, 仇芳对刘宏启的态度更加的冷淡, 甚至开始对他仇视, 有时候呢, 还骂他厚颜无耻, 越这样做小人, 越让人瞧不起。 仇芳的态度, 让刘宏启如万箭穿心一般痛苦。 他没有想到, 自从协议签订以后, 不但没有牢牢地捆住他的心, 反而让他更鄙视自己了。 刘宏启彻底绝望了, 心里逐渐萌生了, 仇芳是我的, 他不属于他人, 我得不到仇芳, 别人也休想得到他。 你不爱我, 你也休想去爱别人, 别人也休想会爱你。 当这样的想法充斥脑海之后, 他就开始进行谋划了。 刘宏启呢, 想到了硫酸。 1993年国庆节前夕, 刘宏启两次来到了所在工厂的实验室, 以工作需要为借口, 提出要弄一些硫酸和硝酸溶液。 由于这个实验室和刘宏启的单位在一个院子里, 管理这两种溶液的又是临时工, 平时总见面, 对刘宏启的要求为家思考就答应了, 从铁皮柜里端出大瓶子来, 让他自己倒一点。 刘宏启第一次要了点硫酸, 第二次要了点硝酸, 拿回家后, 他将这两种溶液倒在一个玻璃室管里, 他听说两种溶液参在一起, 能产生更强烈的腐蚀效应。 这些东西准备好之后, 他经常一个人躲在家里喝酒, 然后就带着醉意到仇方家里去寻戏闹事。 但是真正下定毁容伤害的决心呢, 还是在一个月之后, 因为这呀, 毕竟是伤天害理极其残忍的罪行, 他需要胆量。 一天, 他听说仇方的母亲又去找他所在单位的领导, 说他坏话了, 他一下子火冒三丈, 仇恨完全控制了他的心, 他决定尽快实施罪恶的计划。 12月8日下午午时许, 仇方和许多青年学生在北京科技大学的一个教室里上课, 刘洪启去找他。 当他看到正专心致志听课的仇方时, 他更加觉得自己卑微, 受刺激, 心里更不平衡。 同时他也懂得, 这样下去, 自己没文化的反差就会更大。 刘树仇方根本不可能了, 此时的他完全绝望了, 仇方发现他之后, 悄悄地从教室里走了出来, 责怪他怎么找到学校来了。 而刘洪启呢, 则直接反问, 他还遵守不遵守8月4日的协议了, 表示已经写了, 就要执行。 而仇方则气愤地直接表示, 协议是他用雷管逼出来的, 并非他本意。 刘洪启听到这话, 直接威胁说, 别忘了, 你在协议上写的是如反悔, 后果自负。 如果你执意不遵守协议, 产生的后果你自己负责。 仇方呢, 也不示弱, 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我还要上课呢, 说吧, 就进了教室了。 刘洪启是开着帮别人修理的那辆凯特牌吉普车离开科技大学的。 他匆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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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政法大学南墙外的那条马路上时 他踩着刹车 冲他撞了过去 幸亏仇方躲闪及时 否则将当即命葬皇权 看见他倒地之后 刘宏启拿着那个试管瓶子 就下了车 雄光怒目 杀气腾腾地走向了仇方 用手揪住他的衣领 逼使他抬起头来 接着就丧心病狂地举起瓶子 将硫酸硝酸混合液 一股脑地往他脸上倒去 刘宏启的恶行 导致仇方面部严重烧伤损毁 鼻鼓骨折 右眼视力仅有光感 右耳烧伤病坏死 颈部 双手及左小腿 亦被严重烧伤 仇方一照镜子便痛不欲生 昔日花容月貌的姑娘 被烧得面目全非 惨不忍懂 不敢见人 终日以泪洗面 精神上受到巨大的刺激 濒临崩溃 刘宏启在作案后的第二天凌晨 便被抓住了 不久 刘宏启就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了死刑 刘宏启毁容一案令人发指 每一位得惜此事的善良公民无不对罪犯咬牙切齿恨之入狗 对被害人呢 寻规争的疑启 但这一出伤害悲剧却发人生死 审讯中 刘宏启曾一再提到他和仇方的那个所谓协议 企图为自己辩解 其实这样的协议本身就是违法的 更谈不上有任何法律约束力 在审讯中 刘宏启毫无悔改之意 竟嚣张地说 我得不到他 别人也休想得到他 他是属于我的 他不属于别人 这些极端利己主义和残忍的本性 正是他犯罪的根源